全部都要走過來 都可能有海盜來,學蘭捷你等於 是啊,你不需要海盜 你只是一個颱風打過來 你中間完全沒有任何可以避的地方 在說那些海盜,當然是在說官方 是啊,所以無論是怎樣都好 基本上中共,而中共對台灣的一個領土威脅 基本上除了威脅台灣的安全之外 它對於韓國和日本的一個生命線 也是一個直接的一個壓殺 對於印度和澳洲來說 也都摧毀了他們一個很重要的市場 甚至乎連澳洲去印度的船 他們都一定要經過南海 中共宣稱自己是自己來水的一個水域 所以就連澳洲要派船過去印度 基本上都會受到你中共的威脅 很簡單的一件事就是 澳洲還有哪一條航線是通到的 它除了兜過太平洋 來通美加的航線之外 基本上所有航線都被你中共截斷 在這個情況下 你澳洲有選擇嗎?你日本有選擇嗎? 所以日本為什麼要討論全國之力來軍議 來模擬中國侵略台灣 然後日本如何討論全國之力去援助 這個是因為日本自己的生命安全 已經受到你中共的一個威脅 所以中共的所謂和平國體 這些你自己的一個誠意 你從來都沒有向世人表示過 你都從來展現出來的一個效果就是 我為了自己的利益 我會不惜握殺其他人的生命安全 尤其是中共那個什麼國防 那個什麼國防罰寫到明 如果自己的一個生命 如果自己的一個生存權力受到威脅的話 就有權對外宣戰 你澳洲有選擇嗎?你日本有選擇嗎? 所以日本為什麼要討論全國之力來軍議 來模擬中國侵略台灣 然後日本如何討論全國之力去援助 這個是因為日本自己的生命安全已經受到你中共的一個威脅 所以中共的所謂和平國體 這些你自己的一個誠意 你從來都沒有向世人表示過 你都從來展現出來的一個效果就是 我為了自己的利益 我會不惜握殺其他人的生命安全 尤其是中共那個什麼國防罰寫到明 如果自己的一個生命 安全權利受到威脅的話就有權對外宣戰 那現在日本、韓國、澳洲、印度 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脅 好,很威脅 全部都是你們自己作出來的 總之中國是一個熱愛和平的國家 它永遠都不會侵略別人的 說到這樣的 我看到是這樣 中國歷史書那些 中華民族是一個很熱愛和平的民族 有分別列 所以很明顯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你中共做的事和言行不一致 所以為何大家不相信你 就好像那些黑警經常在說 為何大家不相信我們呢 因為你言行不一致 因為你沒有誠信 你一個謊話 說完又一個謊話 又一個謊話 大家被你欺騙第一次覺得自己蠢 被你欺騙第二次就想識字靈人 被你欺騙多幾次還會相信你那個叫弱智 所以中共最大的問題 不是自己弱智這麼簡單 而是全地球都是弱智 然後所有的政策都以別人是弱智的前提 你都可以做一個目標 到最後結果會是怎樣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一個局勢 現在看到龐貝奧接受很可愛 現在輪到他訪問法國 你知道一向美法之間的關係都不是很討厭 這個是由二戰以來的傳統 因為美國那邊一直很不喜歡大高樂 所以到大高樂後來 二戰後就公成身退 不做 再因為亞爾及利亞的問題之後 又被緊急請命出來拯救法國 於是後來再公投變第五共和 後來當然有好一連串 最後又不做的事情 但是中間在六十年代的時候 一直以來有一種很強烈的反美聲音 在歐盟裡面也是長期以來 作為一個英國親美 法國就是一個反美 一向都是這樣 就是要自己奉行自己的政策 有很不同的原因 不是說他反得不對 有些時候反得不對 因為美國某些總統在某些控制之下 所做的某些決定 例如你和中共之間的獨魯門 和擺明是不對的 另一邊 法國自己也有自己的不同的 agenda 但問題現在有趣的就是 現在輪到法國那邊 在與國那邊 在與龐貝奧互相吹捧拉扯 這次是輪到費加羅報 你知道費加羅報是一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 這份當然是比較傾某的報紙 在法國 那麼龐貝奧就在這裡說 就呼籲歐洲盟友要和美國團結去對抗中國 他們說假如我們放棄 有天會發現我們會淪為這個屬地 很嚴重的 這個講的指控有什麼看法 林陸堅 法國曾經有一套電影很久之前 叫做《解放軍進攻》 不是《解放軍》《解放巴黎》 這個中共的一個 十年前笑過的寫個文 這個過去是一個難夾 現在其實那個真實感已經非常強烈 尤其是之前有很多人在這裡說 龐貝奧已經是準備卸任的國保卿 他講的東西是不合法的 他講的東西是不用理的 他講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個都不要理的了 是違憶的 現在很明顯就有一些國家走出來 好像法國 諸如此類 他走出來的表明就是 我雖然祝賀了你拜登當選 但是你龐貝奧仍然是現任的國務卿 你這個Donald Trump仍然是現任的總統 我仍然在你卸任之前 在明年一月底卸任之前 我基本上我仍然會繼續跟你合作的 所有事情是不會變的 我確定下一任 這個是一個禮儀上面 一個很明顯很清晰的一個表態 很多人在這裡說